范蒂岡電臺訊 教宗芳奇戈10月6日在范蒂岡接見了 在數字世界的兒童尊嚴國際研討會的議會者 他們這幾天在羅馬宗座俄羅略大學討論 如何在數字世界有效保護兒童尊嚴的問題 教宗指出 盛作支持兒童權力宣言及公約 在這些原則上 我們全然且堅決一致 並要協調合作 以保護兒童的尊嚴和權利 福音向我們展現 耶穌對兒童的關愛和接納 祂極力譴責在兒童面前立惡表的人說 倒不如拿一塊屢拉的墨石 記在它的鏡上 把它沉在海的深處更好 教宗解釋道 為此 我們必須致力於秉持 溫柔和莫大的決心 保護兒童的尊嚴 竭力遏制丟棄的文化 這種文化今日以多種方式呈現 尤其商及最弱小和脆弱者 例如未成年人 當今世界有超過8億名未成年人使用網絡 然而 網絡上蔓延著許多嚴重至極的現象 諸如散布愈加極端的色情影像 網路霸凌和性勒索 教宗鼓勵眾人 期末因此感到害怕或無能為力 卻要一起動員起來 知道我們彼此需要 好能找出正確的方法和態度 制定有力的對策 教宗由此點出三個可能的錯誤觀念 首先是 低估兒童在前述現象中受到的傷害 以及這種情況無傷大壓 然而 生物神經學等領域的進步證實 暴力和色情影像對兒童的智能造成深遠影響 導致成長上的精神障礙 成癮狀態 對於愛情的幻想和兩性關係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錯誤觀念是 認為技術自動辨識 和封鎖不當影響的功能足以應對問題 教宗強調 這些措施固然必要 但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 相關人員也得迫切 感受到倫理要求的力量 第三個錯誤觀念是 將網絡分為無遠佛界的自由國度 教宗說 網絡開啟了自由表達思想 和訊息交流的廣闊新空間 這當然很好 但它也為可怕的非法活動 提供了新的工具 所以議員會有此理訪 這段是演出的 有一個新的劇情 以及劇情的地方 感谢观看